瑞宝当之无愧是爱女士的头号小粉丝 年纪小小就已经懂得保护妈妈了 这天 光君又调皮地咬着爱女士背上的毛 瑞宝健壮大为不满 立刻跳上去咬住光君的耳朵 与妹妹纠缠在一起 这一幕足以证明 瑞宝对妈妈的保护意识有多强 另有一次 爱女士想爬上木架 却被调皮的光君连扇两巴掌足指 瑞宝看到后 二话不说 直接冲上木架 一口咬住光君的头套往下拽 即使自己因此狠狠摔了一跤 也要给光君一个教训 爱女士看到这一幕 心中应该满是欣慰 毕竟 在三个孩子中 瑞宝相对不那么淘气 而且总是对妈妈充满关爱 瑞宝和光君之间的打闹 是家常便饭 但通常都是光君站上风 光君甚至会把瑞宝按在树上 跳起来踢他的膝盖 有时还会连扇瑞宝11个耳光 而瑞宝往往选择不还手 然而 如果光君胆胆在瑞宝面前欺负妈妈 瑞宝就会毫不留情地反击 暴揍小光君 显然 妈妈是瑞宝的底线 她的雄生格言就是 打我可以 但打妈妈就是不行 回想起瑞宝小时候 她总是看着爱女士笑得特别开心 仿佛在说 我的妈妈真好看 而且 瑞宝特别喜欢黏着爱女士 无论是睡觉还是吃饭 都要和妈妈紧紧贴在一起 有一次 两小只爱女士生气了 爱女士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气得不行 将爷爷在一旁劝和 而瑞宝则率先迈出破冰的第一步 她走上前去抱住妈妈 轻抚妈妈的脑袋 哄她开心 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 福宝和爱女士曾经的冷战场景 当时 母女俩坐得远远的 福宝趴在床上一动不动 爱女士则坐在地上生闷气 将爷爷问起她们是否吵架时 福宝还高傲地抬起脑袋 一副不愿搭理的样子 看来 灰灰泪服并非空穴来风 福宝和灰灰确实都是 让人头疼的调皮鬼 而瑞宝这个小甜心 则像是一件不漏风的小棉袄 总是给妈妈带来温暖和安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